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能找到回家的路 生存在撒哈拉沙漠的双色箭影 因演化拥有特殊导航能力 能看到人类肉眼无法察觉 阳光中的偏正光 简单来说就是利用太阳来确定方向 同时记录步数 合并计算出反朝的准确路径 这些保持者不能靠近 来自家的狗犬 找到他们家的狗犬 因为他们的狗犬状态 他们的狗犬状态 反而他们的狗犬状态 看着从天空的光明 机器体积虽小 却配备光学罗盘和光流感应器 不仅能将偏正光转化为讯号 也可以掌握移动方向和距离 即使出发后乱走一通 最后还是能以趋近直线返回起点 狗犬状态 可能会像是一种狗犬状态 但他们真实 而且他们会改变成狗犬状态 厉害的是无论晴天或多云 机器都能精确定位 加上灵活度高 科学家希望未来机器 能在夜间行动走更长距离 相关技术对自驾车和导玩科技 都有助一臂之力 在地新闻 全片的报道 中文字幕提供